騎著摩托車來到北投知名賢州店前 沒多久店內便傳出一聲槍響 直見他犯案後立刻騎車揚長而去 整個過程不到三十秒 賢州店內凌亂不堪 警方趕緊到場拉起封鎖線 採證調查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 從路旗來碰得一聲可把附近住戶全都嚇壞 警方調查當時嫌犯直接走進店內 朝著老闆娘開槍 造成他傷重送醫不治 鏡頭前笑容洋溢 時常在社群媒體分享生活點滴 拍戲死者從越南嫁來台灣 已經十幾年 二零一四年和丈夫一起開店經營 這家被評選為官渡必吃賢州店 丈夫表示在外沒有和人結院 警方調查槍手疑似是店內常客 懷疑跟感情糾紛有關 家屬無法接受警方以車追人 鎖定一名周姓嫌犯 發現他先是將機車棄置在社子島 之後又轉搭計程車離開 全力追捕當中 死者和往常一樣開店做生意 在十三分鐘就要打烊 卻遇上槍擊身亡 究竟是感情糾紛 又或者是另有隱情 三一新聞王醫學在心儀台北參謀道